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次第三期的这首歌 没想好好解释 可能熟悉我的朋友很少听到我会演一这样风格的歌 但私底下我很喜欢听 也很喜欢做这种风格的 很冷的 很极简的这种 因为头两期的话都铺的比较满 然后这一期的话我是想收一点 所以整个的一个听感基本就是一个 波澜不惊的 很平稳的一个海面 但是底下其实还是暗藏很多的一些动机 和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听一下 绽放的 消失了 停在图里 主歌很简单 基本就是这几句 这几句三个字三个字 也是围绕这样的一个和声 走 听过落地 I'm where to go 副歌基本就是一种呐喊式的一个 一种感觉 就像更原始的一种 因为它的主题就是北欧神话的一个典故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背景 就Eden女神的这个故事 可以大家听这首歌又会更有这种画面感 然后从这里开始 大家可以听到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音色 因为它是个四拍子的歌 它把一个五拍子的 这样子 这个序列的这个五拍子的五连音的这样一个东西 一直穿插在这个四拍子的这个节奏形 所以它会产生一种随机的 但是又很极简的这样一种序列感 然后当时在录demo的时候 情不自禁地想要穿插一些 这种背景后面说一些一种数字 这些个数字都是对我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一些特定的时期的一些数字 也是想通过这种小细节 然后增加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在这个课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艺术音乐其实都是抽象的 你要问什么主题或者什么 没必要去把它说清道明的 所以大家可以带着一些想象力和感性 对于乐性的这种感性的认知去 去听这一首歌 所以希望大家听过这首歌以后 能够扩充一下大家的想象力 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感 这第三期的讲解到此结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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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